美国的一个小镇子当中吧 然后当时是那种 居民受到受到就是说各种的压迫 开发者的那种压迫吧 然后就是说必须得 就是说拆迁 就是说必须得拆迁 如果你想留下来 你必须有足够的钱来购买 购买就是说你所居住的那个土地才行 那这就是那些 咱们这两个游戏中的主角吧 其实是两兄弟 他们就说在在那个 他们的一个家中 发现了一张藏宝图 就是说一张海盗的藏宝图吧 然后他们就召集了他们的小伙伴 也就是这七个朋友 应该当时电影中 我记得叫什么 七小宝 好像就是七小宝 要不叫七宝奇摩呢 然后他们就经过 就是说研究这张藏宝图 发现就在 就在他们家吧 不是他们家 好像是邻居啊 是哪 就反正在一个人的家中 发现就是说在他的家中的地下 有这么一个很大的洞穴 然后宝藏就在其中 然后有一个 那叫什么呀 弗瑞 弗瑞特利家族啊 叫什么 就说 就说这座房子的这个主人 他其实是个小偷 然后就说他们就 他也发现这个事了 然后就千方 千方百计的阻挠咱们的 这七小宝去 发现宝藏 咱们在玩的游戏当中 咱们的玩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的七小宝 在已经来到这个 藏有宝藏的这个房子 然后第一关嘛 就在房子当中 从这个房子 然后拿钥匙进到地下室 在这种地道当中 和敌人 就是说做这么一个 战斗的这么一个 游戏场景吧 他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 在这个游戏当中 咱们有很多的 他的关键点就是说 炸那些骷髅门 然后那个那些门后边有钥匙 而且有我们 要救的人 这就和 那个电影情节有些不同了 这就是游戏嘛 毕竟就是游戏 它要涉及它的游戏元素 这些游戏元素 很重要的一点 一是 他要集齐这七个人 就是把我们的七小宝早齐 这好像咱们控制的主角 只是其中之一 把我们的七小宝早齐以后 然后最后去发现这个 海盗宝藏 就是这样 相信听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很明白 这个游戏的 这个背景了就 其实也是很有 内涵的一个东西 很有内涵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电影也是不错的 大家有 有 就是说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就是说 没事再翻开看看 虽然说是一部老片子 但是内容很不错 不要看它的画面什么样 但是内容是真的是很不错 这一关 这个游戏当中 就是说一关中 你得集齐三把钥匙 集齐三把钥匙以后 然后通过就是说 老鼠身上的那种 打死一个老鼠 然后给你一颗地雷 然后 可以炸开这个箱子 得到 得到钥匙 得到三把钥匙以后 咱们就可以去通关了 但是在每一关最好 就是说大家把所有箱子都炸一遍 这样可以保证你 每一关不落下咱们要救的这么一个人 大家也看到了 在咱们的血条下边 有两个那种小儿童 这就是我们旧开的一个人 而且这个游戏当中 有很多的这种隐藏要素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有像上面那种 那种雨衣 一种是 防火服 就是说可以防上一关当中 那个东西来 就是那个火焰 喷到你吧 达到一个 无视它的一个目的 还有一个耳机 那个耳机的作用是什么来着 我忘了那个耳机的作用了 好像是 就那种拿枪的怪 它放出的那种音波 咱们可以无视吗 是这样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这个游戏有一个 玩这个游戏 有一个就是说要素 就是说关键点 咱们在每炸完一个 就是说每炸完一个骷髅们以后 千万记着就是说 赶快补充一颗土雷在身上 就是说以你最近的一个老鼠为目的 去把它打死 然后 时常保持 身上带着一颗 一颗这么雷 这样才能 因为在有些地方 你过去以后 当你发现有门 而身上没有 没有这个土雷的情况下 是很尴尬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还有这种隐藏的东西 它是像这边 这个隐藏的东西 就是你跑到这个地方以后 按一下上键 那个隐藏的东西就出来了 但是有的地方是 按下 有的地方是左 有的地方是踢腿 有些地方是踢 踢腿 就是说各种出发 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有这个东西 像这种跳跃的鞋 是很必备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那个道具 大家一定要得到 因为这很利于我们过关 看像这边 如果你下来以后 你会发现你 没 你有个门 但是身上没炸弹的话 这边你就尴尬了 你就还得再重新绕一大圈回来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保证这个身上 时常带一颗带一颗这么主雷 这就来到了地下室的最深处了 这就是我们很接近保障了 已经很接近保障了 这个游戏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 对 还有这种白老鼠 这种白老鼠会掉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无敌一会儿 无敌一会儿 但是它过了场景以后 就没了这个效果了 这后边这一关呢 音乐是很圣人的啊 我记得小时候 我有一次也是玩到 晚上玩这个游戏 也是不敢玩 和那个兔宝宝一样 哎呀 也是不敢玩 那时候胆子真小啊 不好 没法说 没法说 这一关 怎么说呢 这关 这个游戏里边 有个很重要的道具是弹弓 但是我没有去拿 有了那个弹弓 就是说可以打那个幽灵了就 用腿踢的话是踢不到的 这边大家自己来玩的时候 记得去拿一下 如果你 你一般玩这个游戏 大家最好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门都过一遍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都炸一遍 这样才能玩到这个游戏的真正的乐趣 它的乐趣就在于这个开箱子探索嘛 毕竟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冒险游戏 真的是很不错的冒险游戏 这里我们已经救到五个人了 连上我们本身是六个人 然后 这等于说 前期的人已经救齐了 因为如果你不救到五个人的话 就是说在最后这一关 就是这个场景当中 你不救到这五个人的话 不救齐人 你到最后 你过了最后的门 它是不会让你上那个海盗船的 因为它最后一个场景是海盗船 它就会强制性的把你踢到第一关 然后重新让你找人 然后一直等到你找些人再来到这个门 再进去以后 你才能过完这一段 所以说大家前面一定要把 那该开的地方都开完 因为它那个人是随机的 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一个场景就是说最后一个场景 因为过了这个门 咱们就通关了 这边一定要把人数救齐 好 这就来到了咱们的海盗船上 一般海盗船的第一个门 就是咱们的第七个人 所以说这边不用多跑什么 就可以把它过完 嗯 thank you 好吧 这我们的人就救齐了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那艘船它开往了远方 然后我们应该是把保障已经拿到了 我们这个场景就是说 我们已经留在了这个这里 已经不用再离开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吧 这七个人 但是这里边我感觉像一家子 就说 老爹老娘还有五个孩子 有种这个概念 好吧 那么